榴莲走红背后 第一集 家在山西的柳娇 在九月的一次家族聚会前 特意去当地的水果批发市场 购入了两个榴莲 挑个头 看颜色 捏果刺 闻气味 精挑细选后 他敲定了两个饱满的榴莲 50元一斤的单价 算便宜了 在一些水果零售店里 一斤榴莲要68元 柳娇挑好的两个榴莲称重后 算完账要800元 他掏钱时不免有些肉疼 但像稠乎乎酸奶一样的口感 还是让他咬咬牙 买了 在水果市场 榴莲一直被誉为水果之王 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含量较高 营养价值丰厚 因此 榴莲的身价 一向笑傲群果 处于水果价格比试链顶层 动辄几十元一斤的价格 加上三五斤起步的个头 想要拥有一整个榴莲得花大几百元 超市里散装的榴莲果肉 小小一半也要二三十元 我们这榴莲最便宜的时候是六七月 一斤大约二三十元柳娇说 当时他舍不得 想等等看 没想到之后涨价了 现在与夏天相比几乎翻了呗 而身处榴莲消费大省广东的陈思 今年吃过最便宜的榴莲 已经是19.9元 陈思全家都是榴莲的资深爱好者 他回忆 小时候父母买的榴莲都是几元一斤 几年前他还买到过八九元一斤的榴莲 另一位消费者汪宁记得 以往精诊榴莲最高也就三十多元一斤 现在精诊榴莲单价 已经爬上了五十元一斤的大关 堪比以往猫山王榴莲的价格 尽管榴莲变贵了 却抵挡不住人们对他的喜爱 京东道家数据显示 今年618期间 京东平台上水果之王榴莲销售额同比增长203% 成为了消费者最喜爱的水果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21年我国鲜榴莲进口量为82.16万吨 较上年同期大涨42.7% 而在2017年 我国鲜榴莲进口量还仅有22.44万吨 四年间翻了近四倍 刚刚成功IPO的红酒国品透露 过去几年 榴莲的增长率远超其他水果品类 零售额从2019年的210亿元 增长到了2021年的524亿元 复合增长率为57.7% 2021年 榴莲的零售额在中国所有进口水果品类中排名第一 约占进口鲜果零售总市场规模的31.7% 不仅是榴莲鲜果 中国人对榴莲的爱还彰显在一众网红榴莲甜品上 榴莲糖 榴莲酥进入春节年货清单 榴莲千层 榴莲披萨几乎是每一家甜品店 披萨店的招牌菜 而刚刚过去的中秋节 榴莲冰皮月饼也是一种月饼中的爆款 新茶饮品牌也纷纷卷入榴莲赛道 耐雪的茶霸气榴莲欧包已是招牌明星产品 股民在惊吓推薪的榴莲奶茶 还没有在全国推广 已在网上掀起了长薪热潮 榴莲正从一个小众品类向大众餐桌突围 而在市场扩大的同时 榴莲的身价也一路水涨船高 榴莲重度爱好者讲路去年吃了十几个榴莲 单价普遍在20元上下 而今年动辄三四十元的价格 让他直舍地买几个解馋 据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一位榴莲经销商回忆 在他印象中 榴莲价格最低点出现在五年前 那时候的榴莲只要七元一斤 而今年夏天 新发地榴莲一斤最低价也要十几元 九月榴莲伪计后 前几日新发地批发市场的拿货价 每斤已涨到四十元 品质还不是上乘的 供不应求所致 为什么榴莲会变贵 一个因素是现在的人不缺钱了 吃榴莲的人越来越多 一位新发地市场的水果经销商认为 以前都是年轻人购买榴莲尝个鲜 现在从老人到小孩都在吃 货卖得越来越快 供不应求下 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以往一车榴莲卖光需要两天的时间 现在不到半天就卖光了上属水果经销商说 上游商家见状就把进货价往上提了提 反正也不愁卖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吃榴莲 在知乎上一位提主问出了无数人的心声 这位提主特别好奇 他小时候无论是身边的朋友还是亲戚 一提到榴莲就会皱眉头 说超级臭 他一直想尝尝 但又怕别人说就不敢吃 没想到长大后 现在身边的人吃榴莲的越来越多 超市里卖榴莲的也变得多了起来 很想知道原因 无数网友在提问下面回答说 吃榴莲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之分 自从去泰国吃了一次后 就踏上了爱吃榴莲的不归路 有一种美味叫榴莲旺饭 味道确实好吃 因为人们的条件好了 榴莲味道又好吃 自然就火了 除了市场供不应求 推高了价格外 成本也是榴莲越卖越贵的一个因素 由于气候限制 目前我国鲜榴莲供给基本依赖进口 透过海关数据也可窥见 近年来我国榴莲市场价格的变化趋势 进口成本在逐年递增 海关总数据显示 2017年 中国鲜榴莲进口量为22.44万吨 进口金额为37.6亿元 算下来 美金榴莲的进口均价为8.4元 2018年 进口均价小幅回落至8.3元 2019年 又升至9.1元 也就在这一年 榴莲开始成为我国年进口量最多的水果 登顶次年后的2020年 中国鲜榴莲进口均价突破10元大关 涨至14元美金 2021年 进口均价攀升至美金16.6元 2021年 虽然我国鲜榴莲进口量同比增长42.7% 但鲜榴莲进口额增长更猛 同比增长68.4% 与2017年相比 进口量增幅达266.2% 进口额则猛涨了623.9% 价格涨幅远跑赢了进口量 也无外乎中国市场上的榴莲价格越来越贵 而在为我国提供了九成以上鲜榴莲的泰国 榴莲也并非白菜价 在泰国留学的许方林 今年春季购买的泰国东部榴莲单价在15.6元左右 虽较中国市场价格更低 但相比当地的香蕉 芒果 山竹等水果 榴莲依然卖得最贵 而在为我国提供了九成以上鲜榴莲的泰国 榴莲也并非白菜价 在泰国留学的许方林 今年春季购买的泰国东部榴莲单价在15.6元左右 虽较中国市场价格更低 但相比当地的香蕉 芒果 山竹等水果 榴莲依然卖得最贵 一个原因是 相较于其他水果 榴莲的生长周期更长 从种植到结果需要六七年时间 高达二三十米的榴莲树 也使得果实采摘难度高 风险大 需要较高的人力成本 因而榴莲这一品类的种植成本居高不下 同时 榴莲产量也亦受气候影响 产量少的季节供不应求 加剧价格波动幅度较大 近年来爆发增长的国内榴莲市场 使得不少水果商嗅到了商机 上下游的入局者越来越多 不少水果经销商前往泰国 直接在当地承包果园 中下游原本经营其他水果的批发商们 也一股脑扎入了榴莲市场 想要分一块蛋糕的人越来越多 从种植到销售 每多一还 价格便会再涨一层 上扬的原产地价格 加之仓储物流 关税人工 层层经销的成本 最终都由消费者买了单 到达消费者者手中的榴莲 一个个闪着金光 每一口都带着钱的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